妈妈 我带回了一些盗魂的秧苗 移载到了岸江农校的试验田里 我开始对水稻产生了一种异样的情感 在别人看来 一片水稻也许就是一片水稻 但对于我 一片水稻是由数千乃至数万株不同的水稻构成 世界上没有完全两种相同的水稻 每一株水稻都像一个人 我会忍不住 想要给这些水稻启名 比如 这一株就叫谭胖宫 这一株叫大茂 这株是广田书 这是水生 这是爸爸 这是金薛农老师 这株是陈洪心部长 在稻田工作的时候 一点也不寂寞 我跟每株水稻都能交谈 但是我知道这远远不够 我渴望遇见一株水稻 一株能让我看到未来的水稻 这株神奇的水稻 出其不意地 走到了我的面前 杨老师 杨老师 谭老师喊我叫你去拍毕业照片 救命的水稻 后悔 你要去拍毕业 我要来拍毕业照片 她就是摆毕业照片 小杰老师 我终于找到你了 妈妈 在我研究杂交水稻的历程中 有三次奇迹般的发现 这是第一次 那天 我感觉不是我要走向那株水稻 是那株水稻走向我 那一瞬间 我担心它 会从我面前突然跑掉 解下来 解下来 对 快点 解下来 快快快 这下你就跑不了了 我要给你起一个名字 就叫 贺力机群 对 贺力机群 贺力机群